哈喽大家今天这期是4月的购物分享 然后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我在斯芙兰这次打折的时候买了什么东西 斯芙兰这次呢我是下单了两次 下的第一单里面很多彩妆品 然后很多我已经开始拆工开始用了 所以第一单那些东西呢就等到我做get ready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了 第二单是前几天才到的 首先是买了一个Caudalie的套组 它这个里面是一个正装的紧致金华 然后一个眼霜眼胶是屈腐肿的 像怀孕的中后期特别容易肿眼睛一早上起来都是肿的 所以这个我也挺感兴趣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这个面霜吧 他们这一套就是始于颜值特别好看粉粉的那种 这一套就是主打紧致系列的 所以我特别感兴趣 再就入了一个兰蔻的这个防晒霜 感觉兰蔻他们家很多很好用的防晒 都是亚洲限定版 美国都没有 拿到手真的好小一只啊 这是30毫升的 这个我就看包装吧 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没用过哈 这个有跟大家分享Belief的那个补水的喷雾 它里面是两瓶 每一瓶就是这样的小的6毫升 一共是120毫升 晒它的喷头啊 它是那种淡淡的香味 喷头还不错 然后斯芙兰里面也买了两个防晒 第一个是这个Duck Dennis的这个防晒 它是一个全物理防晒 然后他说它是可以针对你脸上的一些斑点 做一些小小的修复吧 我最近连着几个星期 每个周末都有去海边 就是明显的感觉 两边颧骨的这个晒斑就出来的挺多的 所以最近囤了好多防晒 还有什么美白精华之类的 这一支是Bioson他们家的防晒 好像也是一个物理防晒吧 我看好像挺多人也挺喜欢他们的 在我生第二个宝宝之前 看能不能给大家把这个防晒合集出出来 护肤的测评其实还是要配很长时间的 防晒我还囤了这三个 不是在Sephora上买的 在哪儿买的我忘记了 这一支是Dr.G的 好像在韩国本土这一支就挺有名的 大家都说肤感很好呀 这个是老网红了RMK的 好像有人说特别好用 有人就说一般般 但我对他们这个牌子还挺感兴趣的 这一支是Dr.Jar的防晒 反正这些防晒等我多试试看 再给大家出功课 罗里亚每年的夏天都来得很快 所以也是有机会赶紧给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测评 这一支是一支腮红膏 Westman Alcalia他们家的这个 一直都很长草他们家的东西 你看这包装就是特别精致的感觉 他们家还有一个粉底棒吧 好像也挺有名的 但是那个粉底棒就品价特别的两极化 我买的这个色号是Petal 我今天特意腮红打得特别的淡 想试一下腮红 因为到时候还有一个腮红 这个好上色感觉我涂多了 就是一个粉调的颜色 但是可能我今年买到的一些腮红膏都太优秀了吧 这个并没有很吸引我 像之前给大家试的那个Ribri 还有Sunny Face 我觉得都比这个的质感质地要来的惊艳一些 这个就是非常普通的那种腮红膏的质地了 就是包装非常精致 你看这边是西瓷的 然后整个外包装特别的好看 等我再多用用看吧 如果好用的话大家肯定会经常看我用它的 说到腮红膏又买了一支Rare Beauty的腮红膏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偏橘调的颜色 我就是像这个样子 我之前有的那支非常浅的那个淡粉色 是Belize那个色号 那个颜色我就超级的喜欢 感觉这个偏橘调一点更加适合夏天一些 我抹的比较多啊 感觉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Petal这个颜色其实也挺好看的 但是就是略显普通一点吧 如果是夏天的话 这种橘调的颜色会更加的出彩一些 很显气色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一个眼影盘 Rare Beauty的眼影盘 这个我种草了好久 之前斯福安一直钻过来着 我是看Selena Gomez 她自己上演的那个效果图 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看啊 这一盘一直都没舍得打开 那这边是有一个小凹面这样过来的 整个像个小铅笔盒似的 这两个哑光的顺滑度还挺好的 这个青棕色好看 试一下这个大的闪片色 这个颜色真的很闪呢 Colourpop大家知道吧 那种大的葱片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上演肯定会超级的闪 珊瑚粉的感觉 这个姜黄色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我觉得它食物的这个颜色 比图片上会好看一些 图片上看我就觉得一般般这个配色 而且这个包装也觉得一般般 但是拿到食物 我觉得这个包装 还有这个里边的配色都还挺好看的 真的对他们家这个彩妆啊 好感度特别的高 很期待它上演的这种呈现吧 这个小罐它是Dubjar 它们一个可以调色的一个乳霜 具体它什么用吧 我还是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想来回来试一下 完全是这种绿色的 然后有股草药味 说明上是说 在你的润肤乳之后涂 然后就像一个调色乳一样的 可以帮你有一些红血丝的地方 泛红的地方给你压下去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庄前吧 哦 我这儿还有个防晒 Ally的这个今年新出的樱花防晒 它是防摩擦的 因为大家现在还是都戴口罩嘛 出门 所以我觉得防摩擦的这个概念 还是挺吸引人的 这瓶我刚刚拆了 刚刚开始用 我感觉初补感觉还挺好的 但是干皮就不要考虑了 如果是中性混合偏油的皮肤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不错的 等我多试一下 再跟大家出心得分享 这个是CT新出的一个眼线笔的颜色 色号是Walk of Shame 我也是看Instagram上 它给模特化妆 然后这个颜色我就觉得超级好看 就有点紫红色的感觉 CT他们家之前出的那个颜色 叫Pillotalk 那一支我也特别的喜欢 就画上眼睛就特别温柔的那一种 我订的这个Holly Cut的这个卧残笔终于到了 因为我之前买的是02号粉色的 后来我又订的01号 其实01号我订好久好久了 估计有一个多月了吧 这个是02的香槟色 这是01的偏粉的颜色 02这边配的是棕色的这种阴影笔 01这边配的是粉色的 粉色阴影笔这边就有点太偏粉了 如果上眼的话就有点挑妆容 亮片色呢 我觉得0102其实都还挺好看的 我今天卧残上也是点了一点 香槟色的这一支亮片 他们家这个阴影笔这边就有一个bug 就是它的头啊 你看有点粗 如果你这么就一倒画上去的话 就真的像黑眼圈似的 我是建议大家画一点点 然后再用那种特别细小的刷子再晕开 会比较自然好看一些 再就是入了爱丽小屋的这两支打底膏 紫色这个是浓密款 然后蓝色这个是纤长款 浓密款我已经开用了 今天我也是用的它 然后再加上UNI的睫毛膏 UNI那个纤长的睫毛膏 就还挺好用的 它也是可以把你睫毛的形状hold的很好 不会让你睫毛塌下来 我之后再试一下这个纤长的效果 看怎么样 这就买了几个手机壳 这个是在淘宝上转运过来的 首先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特别可爱有没有 它这种绒绒的布面的 装到手底上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马卡龙色系 特别好看 像这种绒面的一般都用不久 因为它特别容易脏嘛 脏的话我就觉得有点不卫生 所以就会坏 再就是这个紫色的 这也是很简单 很韩国的那种感觉吧 这个特别的可爱 后面是这样形状的 你可以自己把它给装上去 如果放包里的话太大了嘛 就把它给拆下来 我是买了一组 然后里面还多配了几个像这个样子 不同颜色的小配件 你到时候可以换上去 最后这个设计格子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它就是非常简洁大气吧 一个这种琥珀色的 下面这一条是一个项链 是这个月我买的比较满意的一个小首饰 它这个牌子是韩国的 大家应该在前几视频里面有看我戴过 它是这种三层的项链都给你配好了 一般来说我很少会买这种已经给你组合好了的这种项链 因为总是觉得很多组合好的都很刻板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这个我看到图片 然后拿到实物之后觉得还蛮好看的 特别它的实物我觉得会更好看一些吧 戴上去就感觉是你自己搭的三层项链 就没有那种很生硬很刻板的感觉吧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的质量还可以 Monday Edition这个品牌的 这个月呢还买了一个纸板夹 这个是T3的纸板夹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GHD的那个嘛 但是那个突然有一天就突然坏掉了 怎么坏掉呢 就是因为我看网上有人分享 如果你家里或者酒店里面没有那个运斗的话 你就用这个纸板夹可以稍微的运一下衣服 我刚刚把我们家那个运斗给处理掉 我换了一个新的 但是新的还没到货 所以那天呢我就突发奇想 就用我那个GHD的 然后运我的那个西服 你知道吗 结果运着运着运着 它就 诶 怎么就不亮了 就没反应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它坏掉了呢 还是之前也没有摔过好多次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是因为使用时间太长了 我用了可能有两三年了吧 反正它就是坏掉了 它去世了 不然我就入了这个 说一下我对这两个纸板夹的感觉吧 这两个夹板在功能上来说 没有任何的区别 它们的这个宽度 还有这个圆弧度 其实都没有太大区别 加到头发上呢 都是那种比较顺滑 不会拉扯头发的那种 唯一的区别啊 我也觉得GHD的预热要快一些 18秒20秒的样子 就可以预热好 然后这个就是可能多个 五六秒七八秒的样子 但总体来说 我还是挺满意T3的这一把的 刚刚开始用它的时候 它这个上面灯是会闪的 然后等它预热好了 它上面灯就不闪了 就不像一些平价的那个加板 它没有提醒你可能在那边 等个五分钟才会开始用 大家如果想换一个纸板夹的话 T3挺亏见的 当然GHD也挺好的 大家就是看吧 看自己喜欢哪个 下面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月以来 我买到的一些衣服之类的东西 这个半裙我最近特别的喜欢 它这个侧边是像这样褶皱的收口 你可以自由的把它给积高一点啊 积低一点 下面打个结就好了 这个裙子呢它也是很藏肚子的那种 它就是第一特别的轻 第二就是这个型啊 它就是可以把肚子可以藏得很好 而且是深色的 所以我前几次去海边的时候 也是穿着它去 非常轻薄 在海边走的话就特别舒服 但是这个裙子就不推荐给特别特别瘦的女孩 因为我记得它的size只有小号跟中号 如果你特别特别瘦 腰围特细的话 那估计你就穿的不太好看 就比较适合有一点肉肉的女生 穿这个裙子会特别的好看 然后下面这一件白色的小短装 也是我这个月买的特别喜欢的一个小上衣 这种类型的泡泡袖 其实我买过很多种 家里也有很多类似款 然后像这种样子的衣服 就总结出来 如果要穿的好看的话 首先就是它这个泡泡袖得大 你看这个泡袖就特别大 就把你所有的小白白肉都藏在里边了 侧面看的时候也是很有那种宫廷的感觉 然后像这种样子的衣服 它腰这里的地方一定不能够紧 因为有的泡泡袖的衣服 虽然是做的那种褶皱的 但是就是扒得特别的紧 这件它其实就是特别的松弛 上面这个褶皱给你很多的空间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显瘦 然后显得身材很好 就是该搭的地方大 你知道吗 这个下面我给它搭的是像这种 不算是剥点吧 这叫什么小奶牛纹路的这个小半裙 这条裙子我拿的也是中号的 就是大家如果没有我这么厉害的肚子的话 就自觉的拿小一号或者小两号的马 这一套搭上去就是非常约会的那种look 在下面这个小背心 小针织背心我也特别喜欢 穿它的话里边可以搭一个同色的这种短袖 下面配一个阔腿裤就特别的帅气 我也很喜欢就是直接单穿它 但单穿它的话 大家看它的这个侧边开口有点大 最好里边穿一个小背心之类的 下面就配我刚刚跟大家分享那个深蓝色旁边 继带的长裙 一套戴下我觉得既显瘦 然后又很特别 这小背心我看它模特里边搭是那种长的打底衫 如果你那边还比较冷的话也可以那样搭 我觉得那样搭也挺好看的 再就是这条长裤 这个裤子我觉得真的买的特别的帅 它就是像这种外缝线的 有点类似于睡裤款吧 但是又不像那种丝绸的睡裤 就特别的亮面 整个穿上身的质感特别的好 下面配一个小猫根或者配一个loafer 都会很好看 它就穿上身走路带风的那种 因为它的裤腿是非常大的这种嘛 所以就是总路带风非常舒服凉快 然后它的那个垂坠感又非常的好 而且不容易皱 反正整体上身感觉吧 就是特别的帅气 然后很酷 主要是我觉得它这个外缝真的是特别的好看 然后就下面这一个小红裙子 这条裙子是我这一月收到的最满意的一条小裙子了 像这种红色的裙子 我一直都挺想尝试的 但是一直都挺怕的 如果稍微艳一点或者稍微再暗一点的 就显得比较粗 我觉得它的食物会比视频里面稍微再暗一点点的 那个度我觉得刚刚好 然后穿上身吧 又显皮肤又显气质 而且我真的是像生宝宝之后的话 就很少穿这种吊带 就是会显得胳膊很粗 很多小肉肉 但这一件我觉得穿上身反而会显得人挺瘦的 它上面这个细带是可以自己调节长短的嘛 大家可以把这个细带吸高一点 这样的话你的妇乳小肉什么 就藏在里面藏得很好的 就整个人锁骨露出来 然后肩膀线条这样下来 整个人就是瘦瘦的 我现在肚子这么大了 我拿的居然是家家小号 就是他们家最小的那个号 他们家本来就是版型 就是偏亚洲人的版型嘛 我觉得不管什么身材 你就拿家小号就对了 除非你的肚子比我更加厉害啊 这条裙子也是特别适合约会啊 去海边啊 去海边的话你就带个大草帽 约会的话你就是这样背个小包 如果晚上稍微凉一点 就外面搭一个那种西服 白色的西装 就特别的好看 再下面这条呢 也是一个小泡泡袖的长裙 这条裙子的最大优点 就是特别的显白 上次去海边的时候带过去了 这条就是配你的泳衣 配比基尼 超级的合适 你直接把泳衣给穿在里边 然后你细带也可以啊 或者是直接不细带 就这样当一个沙滩的这种外搭 也非常的好看 但是这条裙子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洗了之后啊 它这个领口会有点松 如果像我现在这样单穿的话 我就必须得在领口这边 加一个fashion tape 就把它这两边粘一下 不然的话它这边就有点太大了 但是这条裙子又有一点点神奇的地方 就是它里面搭任何颜色啊 质地的那种小背心都特别合适 有裙子搭那种肤色的小背心就特别丑嘛 但是这条你不管是搭肤色 蓝色紫灰色亮的不亮的 都还挺好看的 搭泳衣也好看 所以就是看个人喜好吧 它这个下白也是做的有一点点 可以露出大腿的这种线条感 所以整体出来的感觉就是非常舒服 非常凉快 然后整个人也是显得瘦瘦长长的那种 如果你夏天有去海边的计划的话 这条裙子还挺适合的 以上这些就是这一期简短的购物分享 好像没有太多东西啊 但是也有一些我特别喜欢的单品 希望大家也喜欢这期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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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